民国梦与民国 第二步 梦想两端 双子星的使命 第六章 三绝命者之宋教人 宋教人自顿初 郝渔府 生于1882年 比黄兴小八岁 比孙中山小十六岁 比蒋介石年长五岁 他是湖南桃源县人 据说是桃源明道过的桃花源 近代湖南多牛人 即使在那些牛人之中 宋教人依然闪亮 湖南牛人中纯粹的政治家 也就宋教人和刘少奇两人 和那个年代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 宋教人生于耕独世家 六岁独私俗 成绩很好 中了秀才 父亲早逝 家境衰落 但是很幸运 他有一个了不起的母亲 二十岁那年到湖北读书 在那里接触到各种新思潮 在那里 他接触到年长八岁的黄兴 两人一见如故 畅谈天下局势 直输兄弟 快议人生 1904年 22岁的宋教人副会长 和30岁的黄兴会长 在湖南长沙创建华兴会 决定大干一场 他们策划在慈禧太后七世大寿时期 流产之后流亡日本 在那里他们遇见了孙中山 共同创建同盟会 那时代的宋教人是标准的书生 意气风发 年少轻狂 喜欢滔滔不绝之辩论 且得理不饶人 有时候让人喜欢 有时候让人讨厌 因为大嘴巴 他被革命同志不止一次当众扇过耳光 其中还包括一位女同志 女子北伐队的母老虎很没面子 换一个角度看 可知宋教人的嘴有多么毒 多么损 乱世之中 书生看似百无一用 但蕴藏着无限种可能性 因为书生们可以蜕变 很多政治家 军事家 领袖 都是由书生蜕变而来 宋教人的蜕变 源于同盟会各种各样的惨败 无数次的失败中 孙中山思考的是 如何筹集更多的钱 买更多的武器 鼓动更多的人参与 黄兴思考的是 如何把下次的起义计划方案 搞得更周密详尽 宋教人则看到了另一样东西 同盟会像一盘散沙 缺乏凝聚力 要改变那种情况 必须把它整合为一个政党 宋教人认为 要想创建民国 必须实行政党政治 回顾一下历史 在洪秀全上帝主义中国化 曾国藩李鸿章工商业主义中国化 康有为梁启超君主立宪中国化之后 轮到了宋教人 宋教人的目的 政党政治中国化 政党政治 是人质向法治过度的关键 贡献 武昌暴动爆发之后 宋教人和黄兴一起到武汉 黄兴领兵 干得轰轰烈烈 宋教人并不险山露水 但做了更重要的事 他为武汉都政府写了一部法律 《鄂州约法》 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强调人民一律平等的法律 也是第一部强调依法治国的法律 如果这样的法律早出现三百年 中国将在世界上一支毒秀 早出现一百年 足以和列强平起平坐 早出现五十年 也不至于在亚洲受日本欺负 就凭这一点 宋教人足以流名轻视 1912年8月25号 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职业政党 在他之前 中国有过很多派系 有过很多党派 但没有政党 派系依赖于某人 是人质时代的特征 是内斗之根源 是国粹 如果派系的核心是强人 能人 那么他将其正面作用 如果碰上阴人 阉人 那就是祸害 政党也逃脱不了派系的干扰 但它的核心是党纲 它也会受到核心人物左右 但它的基础已经不再是人 而是法 所以政党纵然有千般不适 政党政治纵然不完美 但确实是社会 从人质走向法治的关键 帝国走向民国的关键 军权走向民权的关键 关键时刻出现的国民党 纵然有很多缺陷 甚至未能改变同盟会议盘散沙的状况 但其开创意义 历史意义 均不容忽视 这便是宋教人的价值 孙中山名义上担任革命党理事长 但国民党改组时 孙中山正在和袁氏凯套新窝子 黄兴为副理事长 但对政党政治不在行 宋教人只是理事 但由于他很能干也肯干 大大小小的事都是他一手操办 所以1913年初 宋教人升级为代理事长 一句话 国民党改组的过程中 宋教人贡献最大 赢得掌声最多 遭受非议最多 那么宋教人都干了什么呢 看起来好像也没啥 就是开会 演讲 好像都是耍嘴皮子 事实上 政治也就是耍嘴皮子 告诉大家 政党政治的必要性 除了耍嘴皮子 还开动笔杆子 很多文体也在摆弄笔杆子 但宋教人的笔杆子不同 比方说 他起草了一部法律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他是在恶洲约法的基础上扩充的 但具备宪法的性质 他仍然不完美 不少地方甚至很荒谬 但他是国人告别帝国和军权的一个标志 他首次告诉这个世界 中国为全体国人共有 而此前所有的道德和法律都认为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王曾经姓刘 曾经姓李 或其他 他首次告诉这个世界 国人一律平等 而此前所有道德和法律都认为 率土之兵莫非王臣 皇帝代替上天统治世界 百官帮助皇帝统治百姓 成为牧 所以有了愚民政策 仅凭这两条 临时宪法的历史功能不可估量 它的出现 意味着建设法治 开启民治成为可能 要说梦 这就是梦 中华民国梦 这个梦 由宋教人勾勒出来 如果事情进展顺利 孙中山 袁世凯 宋教人将三族并力 成为民国的缔造者 宋教人在民国的地位 相当于起草独立宣言的 富兰克林之于美国 然而很遗憾 美国诞生之后逐渐壮大 国家缔造者们的形象 水涨船高 中华民国不仅未能壮大 反而走向内战和分裂 因为1913年3月20号晚10点45分 宋教人在上海车站遇刺 大帝之子 黄兴和于右任送宋教人北上 吴世英在车站向宋教人开枪 子弹从背后射入 传入腹部 并没有击中要害 但单头上的毒药要了宋教人的命 很明显 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谋杀 3月22号凌晨 宋教人王 十年31岁 花儿一样的年纪 他在医院留下两封一处 一封留给同志 今以三十封告 一 所有在南京 北京及东京 寄存之书籍 息捐入南京图书馆 二 我本寒家 老母尚在 如我死后 请客强与公集诸故人为我照料 三 诸公皆当勉励进行 勿以我为念 而放弃责任心 我为调和南北市 费尽心力 造谣者 即一般人民 不知原委 美多误解 我受痛苦 也是应当 死亦何悔 我本书生 被众英豪智慧养育 我死之后 他们理当回归众人 未能尽孝 人生之缺陷 勇于承担者 要承担天下之兴亡 在天下兴亡之关头 匹父和精英都要承担责任 这便是宋教人的人生境界 正因如此 他写了第二封遗嘱给袁世凯 北京元大总统建 人本业乘护宁车 赴京 敬业军总 时时四十五分 在车站 突被监人自背后 施枪弹 由腰上部 入腹下部 势必致死 妾思 人自受教以来 即树身自爱 虽寡过之未祸 从未结怨于私人 清政不良 其任改革 义众人道 守功力 不敢有豪权之见存 经国既未顾 民福不增 聚而撒手 死有欲恨 伏计大总统 开诚心不公道 竭力保障民权 比国家得确定不拔制宪法 则虽死之日 游生之年 临死哀言 尚其见那 宋教人 家 根据这份遗嘱 有人认为 谋杀与袁世凯没有关系 又有人认为 宋教人太天真 临死还对袁世凯抱有幻想 典型的被人卖了 还帮着数钱 其实这些人都不了解宋教人 宋教人明白 背后主谋 很可能是袁世凯 但是他选择忽略这一层 在宋教人看来 谁派遣的杀手不重要 他自己的死活不重要 重要的是 政党政治能否实现 如果实现了 那么民国会往好的一面走 那么他宋教人死了 同等于活着 如果一旦陷入内战 那么他的一生事业将复之东流 宋教人只希望和平 希望民国兴盛 看看这两封遗嘱 没有哀怨 没有愤慨 只有一腔热血和一种梦 这个世界上 大多数人的一生 不知该如何实现自己的价值 这个世界上 知道如何实现自身价值之人 很多却一无所获 能够抓住机遇 依靠自身实力早早成名的人 很少 能够把大名写在青史之上的 就更少了 宋教人就是这样一个人 更稀有的是 宋教人名满天下 却不为自己谋私 宋教人 华夏大地一赤子 民族几两骨之一 宋教人之死 并非个人之死 同时意味着民国梦的破灭 任何一个国家 甚至是王朝初创时代 都要经历一种梦想 现实 毁灭的阶段 所谓梦想 制定政策时 追求一种大同 执行政策时 尽量兼顾多数人 最直接的表现就是 土地资源得到某种程度上的合理分配 所谓现实 贪污腐败自身 贫富差距拉开 慢慢地阶层固化 富人横富 穷人横穷 所谓毁灭 在现实主义的腐蚀下 竟因失去使命感 权贵失去羞耻心 基层大多数麻木 从梦想转变为现实的过程 往往会出现标志性的事件 陷于篇幅原因 不再详细论证 民国由于处于历史周期律第三个层次制度变更上 和之前的秦与随 有某些相似性 但秦赫随本身足够强大 亡于用力过猛 如修长城挖运河 实际是追梦太深 民国从来没有勇猛过 刚刚诞生就遭遇毁灭性打击 因为宋教人之死 民国的梦想阶段结束 1912年到1913年 前后仅仅一年时间 机构尚未健全 民国就遭遇重创 正如于右刃手术的碑文 先生之死 天下息之 先生之行 天下之之 无有何计 为直笔乎 直笔人路 为曲笔乎 曲笔天珠 接接九泉之类 天下之血 老有之笔 贼人之铁 勒至空山 旗之粮食 明珠心肝 智诸天地 乌乎 孙中山的嫌疑 历史有一个惊人的规律 越是重要的人物被杀 破案率越低 美国是一个强大的国家 但是好几任总统被杀 都是糊弄一番了事 民国时代也是一样 陶成章 宋教人 廖仲凯 均死得不明不白 到现在为止 也只知道陶成章 死于蒋介石和陈其美之手 但宋教人之死 真相并不遥远 基本锁定在 孙中山和袁世凯 两人身上 雄手武士英 是革命党失业军人 作案之后落网 供出英贵新 随后死于狱中被灭口 英贵新 后被灭口 是青帮成员 早年加入同盟会 新海年间 跟着陈其美在上海闹革命 兴风作浪了一阵子 她在监狱里供出红树组 此人是时任内阁总理赵炳君的人 内务部秘书 赵炳君又是袁世凯的人 如此一来 孙中山和袁世凯的概率差不多 那么就要仔细分析二人的动机 宋教人的葬礼上 孙中山宋婉连 做公民保障 谁非后死者 为宪法流血 公贞第一人 实际上 宋教人和孙中山的关系不怎么样 宋教人认为孙中山空想物事 一直支持朴实低调的黄兴 革命军攻克南京之后 按照宋教人的设想 中华民国应该定都南京 黄兴任临时大总统 黎元洪掌管军事 他自己负责行政 宋教人死后 黄兴和孙中山的关系逐渐冷淡 甚至是破裂 12月25号 孙中山从海外归来 在上海对中外记者宣布 自己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儿 有人劝宋教人拥护孙中山 宋教人怒约 黄兴的优柔寡断 误了事 孙中山的空想再来务事的话 革命将怎么办呢 我有兵力 绝不允许孙太的人 踏进城门一步 经过好一番劝说 宋教人方才前往上海 参加欢迎孙中山的宴会 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之后 主张总统制 和宋教人推崇的内阁制 不相容 最后搞了一个折中方案 由宋教人担任内务部长 但是在1月3号的都督府代表会议上 内务部长成了别人 搞得宋教人很受伤 南北议和期间 宋教人支持孙中山让位袁世凯 如此一番是非恩怨 纠缠不清 但这些并不足以证明 是孙中山杀了宋教人 因为孙中山本人也被袁世凯忽悠了 抱有幻想 袁世凯上位之后 唯一能带领革命党制衡袁世凯的人 只有宋教人 如果孙中山当上大总统 倒是有动机干掉爱捣乱的宋教人 孙中山不动手 别人未必不动手 宋教人死的前一年 陶成章被杀 革命党内部 陶成章的光复系出了很大力气 仅仅由于和孙中山关系破裂 就被陈其美和蒋介石暗杀 宋教人是华兴系出身 同样和孙中山关系不息 1912年的陶成章很有威信 很有实力 正如1913年的宋教人一样 有威信有实力 陈其美之所以杀掉陶成章 是因为陶成章挡了她的路 那么陈其美 会不会因为同样的原因杀掉宋教人呢 按照袁世凯次子 爱当名士的袁克文回忆 宋教人北上之前 陈其美和她相见 会谈很不顺利 而且 阴贵心曾经跟着陈其美混 南北一和之后 陈其美并没有得到她想要的结果 掌控长三角 但是只能分析这种可能 因为刺杀陶成章的事 由蒋介石亲自动手 最后还是曝光了 刺杀宋教人 很可能也捂不住 因为当时掌控大权的是袁世凯 但如果是陈其美干的 以袁世凯的位置 应该能得到情报 打击陈其美便是打击孙中山 陈其美的嫌疑 也就是孙中山的嫌疑 袁世凯的嫌疑 当时矛头指向内阁总理赵炳君 因为按照宋教人的风头 当选内阁总理之后 就会取代赵炳君 按照一般解读 赵炳君也有杀宋教人的理由 而且红树组就是赵炳君政府内部的人 所以出事之后 赵炳君引就辞职 正如不能因为英贵心 和陈其美一起混 就说陈其美杀宋教人一样 也不能咬定赵炳君就是凶手 实际上赵炳君和宋教人曾是同僚 据说关系还不错 赵炳君也明白 在袁世凯手下当内阁总理 如同战战兢兢的小媳妇 窝囊受气 不但如此 1914年2月27号 宋教人死后不到一年 赵炳君重不身亡 死因 谜 更为关键的是 正如陈其美是孙中山的人一样 赵炳君是袁世凯的人 即使赵炳君是凶手 张也该算在袁世凯头上 因为所有利益关系都要汇集到袁世凯身上 宋教人的追悼会上 黄兴送晚连如下 前年杀吴璐珍 去年杀张震武 今年又杀宋教人 你说是英贵心 他说是红树族 我说却是袁世凯 宋教人和袁世凯什么关系 之前没有关系 但是从袁世凯当了临时大总统就有了关系 因为袁世凯也想实行总统制 和宋教人追求的内阁制相违背 这种冲突基本上是无法调和的 就算是孙中山 在这个事情上和宋教人都无法调和 权力欲望更强烈的袁世凯 自然无法容忍宋教人架空自己 这是两人矛盾的根本 宋教人身上有一股书生义气 虽然他很能干 也很能说 但常常管不住自己的大嘴 宋教人改组国民党之后 沿长江两岸边走边说 很快把国民党变成第一大党 瞬间引起一股阻挡风暴 短短时间内 政坛上出现了一百多个政党 热闹非凡 他们都是以国民党为模板的山寨货 想在政治风波中浑水摸雨 如此 宋教人便站上了风口浪尖 风光无限 袁世凯却皱起了眉头 袁世凯精明激井无双 拥有各种翻云覆雨之手腕 然而他是一个旧派人物 精于派系斗争 对新兴的职业党派并无研究 尽管党派斗争的技术手段 还是派系斗争的套路 但和派系斗争有很大不同 派系斗争总是围绕某人进行 党派斗争则围绕规则进行 事情有些超出袁世凯的掌控 如果别的党派获胜倒无所谓 容易摆平 田田国民党的基础是革命党人 是民国开国的有功之臣 可以摆资历 而且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袁世凯很忌惮革命党 苦苦思索对策 田田这个时候 宋教人的大嘴病复发 多次扬言要组建清一色的国民党内阁 如果那样 袁世凯的大总统就成了一个摆设 放一个阿猫阿狗在上面都行 袁世凯基本被逼到了墙角 如果再退让 他就不再是袁世凯 据说袁世凯原本打算收买宋教人 给他五十万 那是很大一笔钱 孙中山在铁道系统得到的活动经费 也没那么多 宋教人很缺钱 搞政治宣传很烧钱 但他是一位有理想的政治家 不是金钱所能搞定的 这些条件能够成袁世凯杀宋教人的原因吗 至少从法律程序上 无法证明袁世凯就是主谋 鉴于当时的历史环境和袁世凯的手腕 所谓法律可以忽略 换一个角度看 国民党虽然是国会第一大党 比起之前的同盟会严密了许多 但仍然有很多漏洞 虽然声势浩大 但内部依然龙舌混杂 没有经受过考验 国民党仅仅是第一大党 占国会席位并没有过半 并不占据绝对优势 其他实力多板一辅袁世凯 宋教人即使组阁成功 也不可能像之前说的那样 轻一色国民党 如果他敢那么敢 就会被其他党派联合轰走 另一个很微妙的原因 南北义和之际 宋教人支持孙中山让位袁世凯 因此激进革命党人被扇了耳光 宋教人本人对袁世凯抱有很大希望 从遗嘱也可以看出 以袁世凯的精明 完全可以看出 只要拉住宋教人 相当于拉住革命党 处在袁世凯的位置上 刺杀一个像宋教人那样的人 必须做得滴水不漏 要精心选择作案地点和作案的人 当时的上海狠乱 各种人都有 容易混淆是非 但上海都督是陈其美 铁杆革命党人 在陈其美的地盘行刺 一旦事情败露 后患无穷 选择在上海 只能说厉害参半 作案之人必须可靠 应贵心原本是革命党人 找他本就不安全 这些线索也可以证明 这正是袁世凯的高明之处 把证据引向革命党 但红束组牵扯出来 就显得过于无厘头 以袁世凯的精明 似乎不应该干如此没水平的事 那么这些可以证明 袁世凯不是刺杀宋教人的主谋吗 还有一个对袁世凯非常不利 但被所有人忽略的证据 袁世凯的精神世界 袁世凯的灵魂 鉴于行文需求 这个事儿先放一放 在下一个篇章之中分析 这里先看看 宋教人之死造成的后果